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個底片模擬插件 那這個軟體我已經用了好幾個月 那我真的非常喜歡 那我也用到非常非常多的案子上面 那整個工作流程也輕鬆非常非常多 這個軟體這個模擬插件它叫做Deadancer Pro 那這個底片模擬插件最特別的就是它跟LUT 完全不一樣 LUT只是把一個顏色轉換成另外一個顏色 這個底片模擬插件呢 它轉換的是真實底片 因為你如果有拍攝真實底片過 你會知道你如果過度曝光或是曝光不足 然後你在洗照片的時候 你可以用時間的不同 然後再把你的曝光救回來 那它的顏色就會不太一樣 所以就會有拍底片的人可能就喜歡說 我這整圈底片都要過度曝光一檔的顏色 他喜歡那個顏色 那這個Deadancer Pro就有辦到這件事情 它可以讓你選擇你要過度曝光的顏色 或是你曝光不足 然後你就可以讓你整個影片的專案 都維持那一個顏色 而不會忽然變成綠一點 忽然變成陽紅一點點 那我們就直接切換到 DaVinci Resolve 來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這個底片模擬的插件吧 就直接來到我們的 DaVinci Resolve調色介面 那我們第一個Node呢 我直接就來調整一下我們的曝光部分 那我們就稍微調整一下我們的Gain跟Gamma 讓我們的曝光不要死黑或者是死白 那我們調整好我們的曝光之後 我們就直接加入我們第二個Node 把我們的Deadancer Pro加進來 讓我們挑選一下我們的相機 那這個Film Push & Pull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底片如果曝光過度跟曝光不足的話 我們的顏色會是不一樣的 那今天想要走一個比較乾淨的風格 所以我不想要有任何的Film Grain 那我自己喜歡直接把我們的Film Grain先關掉 不管是我們需要還是不需要 我們先把它關掉 因為它太吃GPU了 如果你沒有先把Film Grain關掉 然後你就開始調整不同的參數的話 你就會發現你的GPU記憶體很快就爆滿 那有的時候它就會卡住 然後或者是整個Deadancer Resolve就當機之類的 所以就先把它關掉 那我們的Film Grain下面有一個叫做Helation跟Bloom 那Helation有點像是我們的紫邊現象 那開啟Helation你這種高光跟陰影很明顯 對比很強的地方 它就會開始有一點紅紅的邊出現 那你也可以去調整它的顏色啊 或者是它的強度之類的 那我目前這個影像想要讓它保持一個比較乾淨的狀態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我們整體的Impact調到低一點的數值 Bloom的部分就是在最高光的地方 它會有點像暈開有點朦朧的效果 那我自己覺得如果你開啟它的預設 其實效果就很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到我們Print的部分 那我喜歡開啟這個叫做Analog Range Limiter 那這個功能我超愛 就是它在模擬底片那一種不會有死黑或者是死白的狀況 它怎麼樣都還是黑色會有一些資訊在裡面 白色它還是會有一定的顏色在裡面 它不會忽然像是數位相機就是白 就是一個純白不知道在幹嘛的狀態 那這個功能就可以模擬一下底片的那種感覺 那接下來這個Print的階段就是我們的底片洗出來 然後把它印到像紙上面的階段 所以我們可以來調整一下我們的曝光啊 對比度啊還有色彩濃度等等 那接下來我們來到我們的Colorhead 我們就來做色彩調整的部分 像是我們的顏色稍微有一點太藍 我們想要加一點黃色我們就可以加一點黃色 想要加一點紅色我們就可以加一點紅色 讓我們的顏色 我們的白色的部分看起來是一個最中性的感覺 那大概調整完之後我們就可以來加入第三個Node 來深入調整一下我們想要的顏色 因為這個底片模擬它有點像是一個捷徑 就是讓你快速達到你想要的那個顏色 但是你還是有一些顏色可能是紅色啊 或者是膚色啊 或是陰影的地方啊 你想要再稍微微調一下 那我們就在這個Design一個Node裡面來做調整 那像是我覺得現在的陰影看起來有點紫紫的顏色 那我可以直接到我們的Log 直接單獨調整一下我們陰影的部分 把我們的陰影拉向藍色跟綠色一點點 讓我們的顏色達到我們自己想要的效果 那最後我們開啟一下我們的False Color 就可以稍微檢查一下 我們到底有沒有地方是曝光過度 或者是曝光不足沒有資訊 OK在我們今天的底片模擬程式 就是ThehancerPro的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這支影片 按個讚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